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4小时之内一共争获了共击38架次 共建11艘次 还有海警船4艘次 其中有28架次的中共军机传往北部及西南空域 最近的距离基隆约39里 国防部表示 国防国军利用任务军机 军舰和暗置防空飞弹严密的监控应处 外交部长林佳龙就任之后第一次到立院备巡 对于任内展望 林佳龙强调将推动价值外交 有信心巩固12个友邦的邦誼 也敬意赖总统适时出访 同时也透露 有国家希望可以进一步的深化与台关系 而对于共军的军演 前美国的国防官员包什可 呼吁美国总统拜登要明确表态保卫台湾 林佳龙也回应 中共想要造成新常态 美日台会共同阴影 旅行业者喊话 希望6月可以全面地解除附中进团令 在今天的行政认会中 交通部报告了拓展观光亮点 带动兆元产业 希望可以经由观光品牌 吸引千万旅客来台 观光署长周永辉就指出 6月之后 原定出团的旅行团 大约2万多名的旅客 还是可以出发到中国旅游 而未来的观光亮点 将分短 中 长期 来吸引国际的观光客来台 但何时可以解除附中进团令 目前还没有明确实诚 立法院日前三度通过了国会职权法案 要求总统定期的国情报告 并接受疾问及答 但蓝英党团总织奥傅昆奇 一句只说不答也尊重 引发了党内杂音 傅昆奇在今天是出面表示 希望赖总统在修法施行前到立法院 如果新法实施之后就是依法进行 令营党团总赵柯建明是抨击傅昆奇事先投降 还直言赖总统不可能在修法施行之前到立院 而民众党团总赵黄国昌 则呼吁赖清德要实现选前承诺 到立法院国情报告并接受寻答 北韩在30号上午又向日本海的方向 发射了10多枚短程弹道飞弹 其中有多枚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之外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烈谴责 再度升高了区域紧张情势 对此我方外交部则回应 不乐见北韩肆意试射飞弹 并再次对北韩继续的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行径 标达严正谴责 以上内容 由公式新闻制作 感谢您的收听